哈喽 大家好 今天是元大姐 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呢 也没有休息 我还要去修两个马桶 两个马桶修完呢 我估计就可以下班了 下个早班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家马桶的故障 刷圈水很小 水太小 你其他地方水够不够大 看他水龙头的水呢 也不会太小 不过他这个水龙头是装着起泡器的 看不出来的 我们先拆脚滑吧 嗯 我再想一下 脚滑 先不拆 先看一下他的管 有没有折 我应该先从最简单的检查起 先看一下他这条管有没有折 这叫大管 手机照进去看呢 他现在是没有折的 那就不是他管折的问题了 那这下就是要检查一下他这个脚滑 很多时候脚滑堵也是会引起他这个水小的 但是他这个材出来呢 非常的干净啊 比我两刀还干净 一点沙子都没有 那证明他这个脚滑问题也不大 我决定还是拿个水压表给大家测一下 看一下他的水压状况如何 但是从水压上看呢 他是可以的 有三公斤 但是测水压表我跟你说 很多时候是测不准的 我们要测水流量才比较准 真的没有打开 没有打开是吧 没有完全打开 在这里你再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给他试一下 表前阀那里已经开到最大了 你看现在刷圈很明显是大了很多 冲水也行了 那证明就是刚刚那个表前阀那里 水没有开到最大 导致他这个水压太小了 带不动这个马桶 刚刚马桶已经是正常可以冲水了 我要把这个材出来测一下 你看跟刚刚没有打开压力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用这个压力表来测 其实他是不准的 我们真的要测的话 用那个流量带来测他的水流量 你看他这个马桶里面的水比较脏 因为客户家还没有入住的 今天刚刚过来 所以有点脏 它是很正常的 把这一次给他冲完了 等一下出来的水 一到后面 它都是非常干净的了 哎呀 真的是这个表前阀的问题啊 其实我之前修那个马桶 我就有说过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 我确实不知道这个叫什么东西 后来是很多网友在评论区 说这个是表前阀 也是可以控制这个水流的 现在到隔壁一套房 过去换一个马桶的阻尼 也是同一个楼盘了 这次我就变聪明了 啥也不去弄 就等他来开那个水表 等他开了 我再来一样一样的测试 结果他就对了 你看这间马桶呢 是这个坐权的问题 你拿上来一放 它就掉下去了 它不会说慢慢慢慢的下去啊 你一下子就掉下去了 这一种的话就是那个阻尼器坏了 我们换一个阻尼器就行了 先把这几个管给他拆掉 因为你要换这个阻尼器 你就必须要把它背后所有的螺丝拆掉 整个机头给他拆掉 它才能换得到他那个阻尼 虽然说这个东西小小的 但是你不把它全部拆掉 你根本就换不到 我们现在已经拆出来了 看一下啊 你看 我们找一下这个座圈 这个座前的阻尼呢 是在这里 然后它上面呢 还有一个阻尼是盖板的阻尼 但是它两个呢 是一样的 假如这两个 不管是任何一个 它缓冲率不行的 你就给它换一个阻尼就行了 现在我们把这几枚螺丝给它拆出来 它这样子设计的挺好的 你看啊 没有隐藏在里面 我们直接把螺丝一松 这个阻尼器可以拔出来 有些马桶的话 它又 拆很多东西 把它压到下面去了 才能把它拆出来 现在我们就给它换一个新的下去 这个新的 也是前几天寄到客户手上来了 我们就直接插进去就行了 然后把这个盖子给它盖上 这一个这东西的能控制它 那个快慢了 可以啊 这就起到缓冲作用了 为什么它那个行呢 失效啊 是吧 它用半年的坏了 这东西也很难说啊 有时候 你用一辈子它都不会坏 但是它也会盖给在里面的而已 有时候它要坏的话 它一下就要坏 肯定每个产品它都是有一些 其实没到半年呢 可能三四个月啊 它就应该说 老师这样子掉上来啊 这不是说那个发热的问题我也不管了 呵呵呵呵呵呵 这说注意上它 但是老神就 少也不注意 不用帮打得很想嘛 还是上面一起换呢 它几个月了半年不到 有些这很难说啊 有些东西你们还没有进来入住 那我们 有时候检查到有坏了 都已经换上去了 对对 很正常的 你看一个楼房这么大 几千套 它肯定是有一些 有一些故障的 你看 每个产品都都是一样的 你看一万个产品 你最少有个几个吧 十几个吧 它肯定是有 你不经常哦 嗯 它不是是大概率吗 它肯定是有 但有时候不注意一下子碰到它冰棒 草的防射 我怕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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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瓷砖 那个瓷瓶啊 那个瓷瓷会浪漫 怕我瓷瓷烂的麻烦 哈哈哈哈 瓷瓷烂的请个马桶都没用了 那么两条是什么款啊 冲水有两条嘛 有一条是慢慢盖的 哦 冲水有两条嘛 有一条是慢慢盖的 哦哦哦哦明白哦 它没有储藏那种水槽 水箱 对 它没有水箱 嗯 就是用水压一下子冲 对 它靠的是水压 嗯 如果没水压的话 它就冲不下 你刚才去二洞那里 它那个是水也是 冲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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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水很小 冲不动 也是机器坏了 是吗 能配件 也不是说坏 是它之前那个水压没有开大 啊 后来叫屋里来开一下就好了 呀 现在就有缓冲力了 慢慢慢慢 你看 现在不会跟刚刚烂子一放 它就掉下来了吧 它这样是有缓冲力的 慢慢慢慢的往下降降到最底 今天就算了啊 就搞两家维修就收工吧 啊 其实这个马桶盖没有缓车的问题 其实你根本就不用叫师傅上门去检查的 啊 一般你客服应该要培训这个技能 基本上马桶盖没有缓车都是这个阻尼的问题 直接发一个阻尼过来就行了 因为这家上次是叫我过去上门判断的 啊 我过去一看 我就跟他说阻尼不行了 换一个阻尼就行了 其他的都不用系了 然后之前有好几家都是这个问题 啊 我就跟他说 因为这种程度是有缓车的人 fluor水水了 啊这种程度是有缓车的 我们现在来说他对他人家的点击 我们现在说好几家的人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这种东西说不信了 trainers是为什么息子 怎么没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记得我和你身边的看